大家好,我是Brian,現時是在大學修讀法律的 我和葉太在一個座談會認識 其實早幾年前我已經留意到葉太的新聞 覺得他很有領袖風法 所以我們認識了之後 我就更加關注他的政策主張和理念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葉太是有清晰的參政議政方針 他在研究比如說房屋、創科或者醫療政策的時候 他會做足功課 即是他會考慮到是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 和社會各界的定位和發展等等 所以葉太的政策倡議是比較有深度、有層次和有前瞻性的 葉太也是一個非常有擔當和堅守原則的人 在香港的關鍵時刻 葉太是會第一時間走出來發聲 向市民和國際社會去講述香港的實際情況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重要 因為葉太所捍衛的是我們珍惜的香港和一國兩制 當然我最開心見到的是葉太是很關心我們年輕子女的前景 他相信社會是不可以放棄我們年輕一輩 因為我們非常之重要是社會未來的同僚 葉太也都經常寄予我們要愛我們香港 未來有能力的時候也都要貢獻給社會 所以我相信葉太是有能力團結大眾的 我也都深信葉太會在立法會繼續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支持葉太、葉劉淑儀參選 各位港島西的選民請你們記住在12月19日 立法會選舉投我葉劉淑儀神聖的一票 讓我可以連任多謝你們